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抽零 三 二 回家吃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的外卖到了 明天请你们喝冰镇的饮料 哇 有口服了 谢谢 来 大家分一下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这个做的是什么 里面有秋葵 对 这个就是秋葵柠檬茶 好喝 怎么做的呀 这个一会再告诉你 我现在就想知道 外面笑这么开心 佳佳来了 喝酒不见 这给大家带喝的是吧 是你带的是吗 对啊 有我的吗 很好喝的 这个啊 我一会儿现场给你做吧 是吗 人人都有 然后你来这节目当中不给我带 我一会儿现场给你做 喝新鲜的 就是比这个会好一年 行行行 那咱们去做了 我以为医生 比现场的好喝 你看 这就是我们平时我战斗的地方 东西好多呀 对吧 而且我们栏目组今天很细心啊 准备了这么多的食材 来烤一烤你哈 这是什么 这是芦荟啊 对 这个你应该肯定熟悉了 这个是秋葵 我一会儿要做菜的原材料 这个的话 这个是芋头吧 对 然后这个 山药 山药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这些蔬菜 它有什么共同点吗 它应该 哦对 它都有粘液 对 今天我们其实找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跟粘液有关的这些蔬菜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 大家好 我们是蔬菜中的粘液 很多人对我们粘液敬而远之 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 我们由多糖物质组成 洗水后容易膨胀 对 我膨胀了 吃完我们 容易让您产生饱腹感 我们可是减肥人群的必备佳品 秋葵粘液中的多糖 可以保护肠胃粘膜 缓解胃部不适 芦荟粘液和山药粘液 分别可以有效抑制胃酸分泌 对预防胃溃疡和改善糖代谢有一定的作用哦 防止餐后血糖快速升高 虽然我们很丑 但很有营养 所以烹饪时最好不要去除哦 既然这个粘液的蔬菜这么重要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粘液蔬菜的粘液保卫战 就是把这些粘液都要保存好 同时呢 让这个粘液发挥出它应有的效果 我觉得光我们两个肯定不行啊 还有一个大徒来 是 来 欢迎大徒 好 来 大家好 老朋友 咱们到前面来 佳佳 好 今天二位呢 我们知道的是要做这个粘液的保卫战 但是还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来 佳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佳 王佳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话 你就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啊 对吧 唱歌啊 但是来到我们这个回家吃饭的厨房 他就是一位大厨了 他的手艺怎么样呢 一会儿让大家展示一下 来 隋大厨做个自我介绍 好 大家好 我是大厨隋坡 那么今天两位选用什么样的粘液蔬菜呢 在后面 来 我们来挑一下 我刚才说过 我今天要做的是这个 秋葵 秋葵 你就只做一个秋葵饮是吗 没有 我还要做一道菜 叫做洋芋满天心 你知道洋芋是什么东西吗 不会是马铃薯吧 对 它就有马铃薯 就有马铃薯 对 但是在我们那边 我是云南人嘛 我们在那边都叫洋芋 好 那大厨你呢 我选的这个食材呢 我们在家庭当中是很少用的 做法还是手创 先卖个罐子 包包蜜 一会儿给大家揭晓 那佳佳 但是你刚开始带的东西吗 来来来 这个 对 差点把它放了 对 这个东西啊 我一会儿做菜的时候 再一一给大家揭晓 就没这个做不了是吗 它会让我做起菜来更加的便捷 什么东西啊 还还保密 行吗 那你开做吧 好 来 把主场叫给你 那就杰哥把洋芋给我 好 洋芋给你 说实话 杰大厨你不觉得吗 就是家家看起来是一个 好像不太会做饭的那种 谁说的 长成这样也是 下厨的一把好手 这叫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好吧 怎么证明就是你特别会做饭呢 因为我做完这道菜 你就知道我会不会做饭了 行 我现在要把 土豆蒸一下 土豆蒸一下 好 蒸多久呢这个 蒸个15到20分钟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处理这个秋葵 帮我烧下水 好的 秋葵你不用处理吗 就这样吗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要先把它煮熟了 再把头给去了 不然我先去头 然后再把它煮熟的话 它年夜会流失 对 今天我们说的主题是年夜保卫战 就这样我们才能把它年夜保卫煮 对 对吧 需要加点盐吗 需要加一点 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厨师级别当中 它分为什么级别呢 初级 中级 高级吗 还有一个级别就是高级济师 五个级别是吗 五个级别 所以这么一说 我就是高级济师级别的对吧 没有 刚才在这个菜品设计上面 可以称为艺术家 我还要做一道菜叫做洋芋满天心 焯蔬菜炉 还要加一些太太乐的酥脂鲜 对 增加鲜味感 佳佳你平时是不是就是有这个 先过一下 对 需要过凉吗这个 要 好的 但是过凉我有一个神器 就是 是这里面吗 对 是他们吗 你帮我把宝箱给我 煮的时候需要翻滚一下 让它受热力均匀一些 对 不停地要动它对吧 对 行了 关火 不烧急吗 对啊 因为它不能煮的时间过长 大概在两分钟左右 不然它煮长了之后 黏液会变得多 而且会口感不是很好 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一下我的神器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钢冰 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不知道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瓶是哪一个 它其实就是代替冰块用的 对 可以重复利用 因为有时候做东西的话 防止冰块化成水 可以用这个就比较方便 对 因为这个秋葵的粘液 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水越多 它会流失越多 这个咱们把它放到边上吧 行 那这个还得一会儿呢 这个就差不多了吧 你的神器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神器多着呢 这个都不能拿走 你就是那种 以前我们看过动画片 《哆啦A夢》 里面的那个百宝箱 所有的东西拿一个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既然这么懂的话 我就要来考考你了 来我们看一下 秋葵分什么种类 来考一下 分别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根据颜色也很好分啊 一个红秋葵 一个绿秋葵 绿秋葵啊 形状上它是五角形的 但是这个红秋葵 它一般有六到八个角 还有一个呢 绿秋葵的纤维素比较高 液液非常多 红秋葵呢是花青素比较多 真的给你点赞 真的给你点赞 高一举 高一举是 但你看今天 其实我们最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 就是保护我们这种 粘液蔬菜汤中的粘液 我已经学到了两招 第一招是两分钟 过水之后快速保存 第二是用咱们这个钢冰 也是保存粘液 保存粘液 然后接下来我再教你一招 打开我的包箱 见证奇迹的时刻 啥了 看说是什么东西呢 应该是剪刀 剪刀 它是一个剪刀 专门剪菜用的剪刀 真假的 来教你一下 用剪刀 而且这个剪刀 跟平时的剪刀不一样 看 首先呢它是为了 它的受力面会更小一些 然后保持它的这个形状 这个叫什么剪刀 其实它叫砧板剪刀 而且你看好啊 它可以同时剪很多个 其实很方便 对 而且关键的话 它剪的时候你会发现 粘液没有剪出来 对 给大家看一下 粘液几乎都很少 对 这其实也是跟我们前两步的 这个步骤比较 有关系 对 我切一个跟大家对比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我一切的时候它那个有 沾板上都有 对 沾板上都有 而且一切的话它有那个粘液 有点像那个藕一样 你看 但是这个它就最大限度的 把那个粘液保存好了 没错 是吧 是的 我不明白它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大厨 你看它下面一个平面 刚才剪两个到三个 这是没有问题的 它下面一个受力面特别宽 那么再说它这个刀刃来讲 它非常的锋利 而且比较薄 对 特别薄 你看这个不一样的 刀呢 会很快很锋利的 插入到蔬菜当中 使它切断 就快速 快速切断 就比较慢一点 切下去要停一下 对 非常好的一个神器 对 就是经常会自己在家里 收集一些做饭的神器 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两个 还有 还有 哇 我觉得太棒了 哆啦A梦的口袋 是源源不断的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处理呢 洋芋咱们差不多了吧 对 看一下 给我个筷子 好嘞 让我们把它处进去 熟了熟了 这个绝对OK了 绝对OK 是的 我们把这个土豆拿出来 然后把它捣成泥 哦 土豆泥 对 你刚刚说你们当地叫洋芋嘛 对 吃的比较多是吧 对 我们那边有一句俗话叫做 吃洋芋长子弟 你知道子弟是什么意思吗 长子弟 就是从小吃土豆的话 会变得好看漂亮 你小时候应该吃了很多的土豆 看出来了 对 我小时候也吃了很多的土豆 接下来我们 我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神器 把我的宝箱拿过来 好 这啥玩儿啊 导泥神器 不是 我记得一般导泥的话 不就是拿来擀面杖啊 啥的也行吗 可以 你看它这面比较宽 然后它有孔 然后导出来就 泥会比较的均匀 然后倒一点牛奶 怎么还要倒牛奶 那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粘稠一些 今天用的是什么呀 黄芯土豆 它就要有粘性 淀粉多 对 黄芯土豆 炒土豆丝 脆的那个 就得用白芯的 白芯的 我发现你这个好快哦 什么好快 一下的话 它这泥就能够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它受力面很广啊 而且中间有那个孔 大家可以加一点 胡椒粉 佳佳你做饭的时候 喜欢这个听音乐是吗 对啊 嗯 来 大厨 咱唱一个吧 我来两杯 好呗 试试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你长得那么帅我就受不了 春芳再美也比不上你的好 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好 上个号 行了 好了 咱们这个泥倒差不多了 对 然后接下来要摆盘了 摆盘了 对 它为什么叫满天星呢 就是我们把秋葵放进去之后 就像有许多的这个小猩猩 大厨它这摆着这个造型还不错吧 特别漂亮 真是满天星的感觉 好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泥要把它放进去 这个土豆泥的一定要趁着有温度的时候赶紧着 对 它现在有点变得那个 对 因为淀粉糊化之后 一冷 它就凝结了 所以就没有拉起来那种感觉了 这个ok了 我们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应该有掌声 这应该有掌声 咱们就直接这么吃吗 没有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调一个料汁什么 料汁 我们开个火 加入小米辣 还有捣好的蒜泥 蚝油 来 加入生抽 然后加入水 有点水淀粉 勾水淀粉嵌一定是不能大开 小火 小火 倒入之后呢开大火 让这个淀粉在热水中快速的融化 然后凝结 它就稠了 对 ok 然后把它浇上去 好棒哦 但是我不开心 因为一开始你带来喝的时候 你不是说要浇 你都给大火喝了 我们俩还没喝呢 对对对对 人人都有 然后你来这节目当中不给我带 我一会儿现场给你做 喝新鲜的 就是比这个会好的 今天 错了错了错了 那我现在给大家现场做一下吧 行 对 刚才剩下的秋葵呢 葵在那边 在大厨那边 对 大厨帮我炸个汁 好的 对吧 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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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我觉得你今天这些神器我都觉得好棒啊 Gate没有 对 Gate到了 会出来吗 行 好嘞 行 好 新鲜出炉 这个季节其实喝这个特别好 秋高气爽 然后喝这个其实特别爽口开胃 对 解熟 对 是的 然后让我们放上几片柠檬装饰一下 好嘞 漂亮 好 先喝一下这个 不错耶 不错 它不会那么特别的甜 而且里面有淡淡的秋葵的黏液 而且里面还有这个柠檬的酸味 我觉得特别开胃 它充分了利用了秋葵的黏液 来增加咱们饮料的黏稠度 对 花口感非常好 嗯 然后开始了 尝一下这个菜 对 舍不得吃的 这个土豆泥 软 秋葵 脆 汁水 香 微辣 而且这个秋葵的这个黏汁 正好 又润滑了一下 土豆泥的这种口感 田园 书仙乐享亲食 太太乐 书之仙喊您回家吃饭 优质米面油 认准弗林门 本节目由中凉弗林门冠名播出 将土豆切片 上蒸锅大火蒸制筷子可以戳烂 压成泥放入适量的胡椒粉 盐和牛奶搅拌均匀备用 锅里烧开水放少许盐 放入秋葵煮两分钟 秋葵出锅后马上放在钢冰中降温 秋葵充分凉透后 用剪刀将其切成小段 接下来找个合适的碗 从底部把秋葵依次摆放整齐 再把土豆泥放入碗里压实 倒扣在碟子里备用 将蒜末辣椒放至锅中煎炒 倒入水蚝油生抽烧开 放入适量的水淀粉 把做好的汁淋在秋葵上即可 我现在给大家画一个重点 秋葵一定不要煮得太久 两分钟即可 我这个原料的粘液 比秋葵还多呢 而且今天我做一道叫糟溜 糟溜是卤菜的一个传统的烹调方法 渐汁渐气 正好用了粘稠的感觉 大厨到你了 你接着用的是什么 我这个原料的粘液 我给你讲比秋葵还多呢 来加加菜 菜是什么 粘液多的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还挺多的 咱比比 到底是哪个粘液多 对 卤 卤 而且今天我做一道叫糟溜卤 糟溜是卤菜的一个传统的烹调方法 渐汁渐气 正好用了卤的粘稠的感觉 好 咱们来到前面 就挑这个芦荟是什么 对 佳佳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你知道怎么吗 家里有芦荟的朋友 我觉得就不用去买芦荟了 咱们家里那个芦荟掰两根下来 咱们就直接可以拿来做很方便 对不对 应该不是都能吃吧 不愧为即食称号 你看这个 这个不能吗 这个不行 他们不行吗 不行 他们也是芦荟啊 不行 你看表面来讲 这个有那么多刺吗 你看那个 边边的刺特别长 它也有刺 你看 但是你看 它这个刺比较长 比较尖 这个是没有的 那吃什么样的芦荟 选起来会比较好呢 就是这种叶比较宽厚 然后那个细的小的一看就是观赏的 不过也没关系 如果家里的话 你觉得那个不能拿来做的话 很好的方法就是割下来 咱们做面膜也可以 我们闲眼少叙 出入重题 大厨今儿咱们用的是什么芦荟呢 叫木栗芦荟 木栗芦荟 你听过吗 没有 我都不知道他可以做菜 我就喝过那个芦荟的那个饮料 这个芦荟的话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就能买到吗 能买到 就是我们跟他说叫木栗芦荟就行了是吧 对 食用芦荟 你要记不住名字的话 但是我感觉芦荟应该是没什么味道的吧 是吧 它没有味道 是不是它在入菜的时候就要有一些讲究了 包括配料方面 它本身没有任何味道 对 更适用于各种味形 因为它没有味道 会影响 所以 它为什么要放到这个水里 是为了保存粘液还是 在烹调方法当中 它的粘液呢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也不能超量 对 所以我们要去除的少一部分的粘液 还有肉 所以我看你今天选的是一个猪肉是吧 对 为什么选择用猪肉做呢 它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 不会影响芦荟的味道 所以咱们选用猪里脊 对 同时呢又增加了蛋白质和纤维的含量 然后咱们把切好的肉片要上浆 葱姜水 加盐 鸡蛋清 咱们加入淀粉 一会儿的加热的方法呢 咱们不用滑油 咱们用水川 我们下一步是咱们要做的最关键的一个调味汁 咱们听一下 加入糟卤 花雕酒 还有糖 还有加入糖桂花 不用烧开 只要让它里边的糖全部都融化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要先焯芦荟 今天我们一直强调的说 芦荟要保存它的粘液 怎么保存呢 此菜当中 它的粘液 就要让它稍微要剪掉一部分 它会影响 输润之后的整品的效果 而且热菜一定要预热 预热吃取部分是正常的 然后咱们加点颜色 装饰 对 因为更营养 咱们焯水呢 一是去掉它本身的有一些青色的味道 对 然后呢 开锅就可以 不过说实话 很少很少人做过芦荟 你今天是打破我们回家吃饭之鲜河吧 而且这种遭溜的方法 确实是目前为止 外边的店里边是很少有卖的 然后这个串肉片呢 温度不用高 80度以上 关小火 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 为了保持它的形状呢 跟芦荟能搭掉一块 所以我们要一片片放 看变颜色 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 我们把它倒了啊 好 大厨 我们为什么刚刚这个肉片 是用这个水汤不用油呢 我们现在强调低油 对 健康啊 好 放点底油 我们的福利门营养佳于米油 对 将蒜片呛锅 放入糟料汁 特级红烧酱油 水淀粉 勾芡一定是关小火 勾到这种粘稠程度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放入超过水的芦荟 哦 那个芦荟做完之后 真的很像冬瓜 很像冬瓜 是吧 冬瓜片 对 我一会尝一下那个口感啊 我们看一下它像不像冬瓜 好 这就可以了 来我帮我来个盘 红颜色的菜品 配蓝颜色的盘 哦 好了 好 好菜配好饭 我们来一个福利门 倒花香的米饭 嗯 口感和冬瓜完全不一样 它介于冬瓜和粉条之间 大家觉得怎么样 对 当然非常棒啊 华氏它像粉条一样 嗯 然后脆的又像冬瓜那个 嗯 田园苏仙 乐享青食 太太乐 苏之仙 喊您回家吃饭 优质米面油 认准福利门 本节目由中凉福利门 冠名播出 芦荟去皮切片泡入清水 助力脊 切薄片加盐 葱姜水 鸡蛋清 生粉上浆 糟料汁 用花雕酒 糟卤 白糖 糖桂花 加热 过滤 芦荟和胡萝卜花 入锅中焯水倒出 米脊肉 焯水倒出 锅中放底油 将蒜片 嵌锅 放入糟料汁 勾芡 放入原料 翻炒均匀 出锅装满 好 我给大家包裹点 芦荟一定要去皮 焯水后再用 这让它粘液释放恰到好处 更便于烹调 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隋大厨 还有谢谢我们的佳佳 今天我们的粘液保卫战 我们成功 原来我们平时忽略的粘液蔬菜 还能做出这么多美味 那就让我们再来看看粘液宝宝们的自言自语吧 大家好 我们是蔬菜中的粘液 很多人对我们粘液敬而远之 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 我们由多糖物质组成 洗水后容易膨胀 对 我膨胀了 吃完我们容易让您产生饱腹感 我们可是减肥人群的必备佳品 秋葵粘液中的多糖可以保护肠胃黏膜 缓解胃部不适 芦荟粘液和山药粘液 分别可以有效抑制胃酸分泌 对预防胃溃疡和改善糖代谢有一定的作用哦 防止仓后血糖快速升高 虽然我们很丑 但很有营养 所以烹饪时最好不要去除哦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